在人生的旅途中,成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。 然而,成长的意义并非单纯在于知识的积累,而更在于内心的蜕变与行动的革新。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,知意行难,学习新知识相对简单,但真正让生活轨迹改变的,往往是那些内化的思维调整和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。 以下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为什么成长的关键在于改变,而不仅仅是学到多少。 学识与改变的差异,知识并非万能。 许多人在求学或职业生涯中,倾向于把获取知识是未成长的核心。 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新技能,阅读书籍,甚至参加各种讲座与培训班。 然而,单纯的知识累积,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能力的提升或人生的改善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一个人即使读了十本关于时间管理的书籍,依旧可能每天忙于琐事,未能找到效率的提升之道。 这是因为,学习提供了方法论,但个人的改变需要行动力和执行力。 当知识停留在理论层面,未转化未具体的改变,它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。 行为改变的力量 行为改变是成长的真正体现。 当一个人尝试打破原有的惯性,采用新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挑战,真正的成长才开始发生。 改变行为需要的是主动性和勇气,而非被动的知识吸收。 比如,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可能知道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建立信任,但如果他始终无法迈出与人交谈的第一步,这些知识也毫无用武之地。 然而,当他鼓起勇气主动参与一次社交活动,无论结果如何,他都已经迈出了改变的关键一步,这种行动不仅降化了知识的价值,也开启了更深层次的成长旅程。 思维模式的重塑 行为的改变通常来源于思维模式的更新。 思维模式是人们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核心逻辑,也是行为的根源。 当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发生转变,他的行为和习惯自然会随之改变,而这种转变的持久性往往降于单纯的知识输入。 以职业规划为例,许多人可能觉得成长的路径是学更多的技能,获得更高的学历。 然而,真正让他们职业生涯迈上新台阶的,可能是重新思考自己与工作的关系,找到与自身价值观契合的方向。 当他们改变了对成功的定义,停止盲目追求外在成就,便更容易实现内心的平衡与满足。 改变为何难以实现? 尽管改变对成长至关重要,但真正付诸实践却极具挑战。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。 一书市区的诱惑 改变意味着要面对不确定性,这对习惯于现状的人来说是一种威胁。 书市区提供了短暂的安全感,但也限制了个人的成长空间。 二内在惰性 改变需要克服惰性,而人类天性中倾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。 即使意识到需要改变,很多人仍会因惰惰性而选择维持现状。 三缺乏反馈机制 行为改变通常需要经过多次试验和调整,而这过程中的挫折可能导致人们放弃努力。 因此,一个明确的反馈机制和支持系统至关重要。 如何实现有意义的改变,要实现真正的成长,仅靠知识是不够的,以下基点能够帮助个人将学习转化为实际的改变。 移设定明确的目标 改变需要目标的引导 清晰的目标不仅能够提供方向感,还能让人更有动力去付诸实践。 二制定行动计划 知识的运用需要规划,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可以将抽象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行为。 三接受失败并调整 改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,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。 重要的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及时调整策略。 四建立支持系统 他人的鼓励和支持可以为改变提供动力。 无论是导师、朋友还是同伴,合适的支持系统能够显著提高改变的成功率。 接于,成长在于蜕变。 成长的关键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,而在于是否能够通过知识实现内在和外在的改变。 当一个人敢于打破旧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,用时进行动去探索未知, 他的成长就不再只是知识的堆积,而是生命质感的全面提升。 无论是改变观念、调整行位,还是重塑思维,这些改变的过程本身,就是成长的意义所在。 正如一句古语所说,形胜于言,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,从来不是头脑中装了多少知识,而是脚踏实地改变了什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